過去綠營捧在手中的吳寶春 他發表了一些言論 但這些言論一發表之後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整個綠營完全的崩潰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時候 韓國瑜站在吳寶春的旁邊 但有人到了那個地鐵 在那邊叫囂 為什麼要叫囂 因為他們的崩潰 而這樣子叫囂嗎 可是你只是發表了一些 自己的言論 難怪在我們台灣 連那言論的自由都沒有嗎 施地鋼 吳寶春昨天發表 說他支持九二共識 他也認為他是以身為中國人 他覺得很驕傲 結果這個言論 居然引起很多獨派人士 就非常不爽了 就開始在網路上不斷的圍剿他 然後迫使今天他出來開了記者會 記者會還有一個 我們高雄市長的當選人 韓國瑜 他也陪他一同出來 他就感謝大家力挺 吳寶春也認為 吳寶春自己也講說 我就是一個做麵包的師傅 我的世界就是有麵包 他只是認同了一些的言論 一些的裡面 我覺得在中華民國 每個人都要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 為什麼他不能夠表達 自己的意見 就需要被大家圍剿成這樣 所以真的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當然現場也有一些 不同意義的人士在那邊叫囂 然後也說什麼 台灣人要有鼓氣 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事情的來源 就是12月7號的時候 吳寶春的麵包店 叫吳寶春賣方 在了大陸開店了 開店了之後 三天之內就出現了 很多奇怪的狀況 比如說他12月7號一開店 結果就有網友就直接說 吳寶春的麵包店在上海開張了 這位師傅被稱為台灣之光 曾經的名言是餓死也不會來 你們大陸賺一分錢 今天大陸手店順利開張 生意挺好的 看來也不用為DG擔心 大家記性都不好 因為DG以前曾經被大陸抵制過 後來也沒有事了 他說吳寶春說過 餓死也不會來你們 大陸賺一分錢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吳寶春根本就沒有 講過這句話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網友 自己蓄意曲解 可是這個言論很快就散布出來 接下來我跟你講 在中國大陸一個很有名的 點評網站 就很多人開始製造一些東西了 比如說說吳寶春賣 第一個叫台獨麵包 第二個叫大陸人灑錢多包 然後賺大陸錢支持 TD叫台獨包 然後台灣之光包 就這樣一堆惡搞的東西 全部都出來 當然後來這些東西都被下架 可是這整個效應 就開始渲染開來 接下來就有人開始在 計較什麼東西 因為他在大陸的售價 好像看起來比台灣還貴 比如說他很有名的 荔枝玫瑰麵包 跟酒釀桂圓麵包 這是他的成名作 結果在台灣大概賣360元 可是在中國大陸賣95塊錢人民幣 也就是差不多425塊台幣 所以你真的把我們中國大陸人 當盤子當傻子嗎 所以也有很多中國大陸網友不買 所以才迫使吳寶春昨天 必須要講出這樣的 他認同中國大陸的一些話 我也必須說商人做生意 其實真的是非常困難 尤其是大家以為 他在中國大陸開的 吳寶春賣方式 吳寶春一個人投資嗎 根本就不是這個事情 你知道實際上 他只佔了兩成的股份 真正的大股東跟金主是誰 你知道嗎 其實是新加坡一個非常有名的 叫Bread Talk這個集團 他們這個集團可能非常大 新加坡這個西點集團 他在全世界有1000多家分店 你知道 非常多 然後他在台灣又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大時代美食街 你知道他在兩岸三地 好幾個地方有 大概60個大時代美食街 人家可能是市值100多億 台幣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吳寶春其實之前拒絕過很多公司 為什麼他會選擇跟他合作 也是因為看中了什麼 因為之前這Bread Talk這個集團 他們因為他在17個國家都有分店 然後他也跟我們台灣的鼎泰豐合作 然後把東西推廣到中國大陸 跟其他國家去 所以他為什麼願意跟他合作的目的 也是希望遵循了鼎泰豐的成功的模式 也跟著這樣去推展他的麵包 所以為了要跟這Bread Talk合作 吳寶春還特別去向誰請教 楊繼華 也就是鼎泰豐的老闆 去跟他請教說 你當初跟Bread Talk 到底怎麼合作了 我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人家就只是 單純開個麵包店而已 你們有必要把它搞成這樣嗎 其實我們會發覺到 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以前只要出了這一種事情的話 某一些友台就會開始大做特做 然後不斷地去攻擊這些當事人 結果今天我們發言很奇怪 就是友台對這件事情倒滿克制 他完全沒有 幾乎沒有什麼攻擊吳寶春 他攻擊誰你知道 攻擊陪他開記者會的韓國瑜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吳寶春不能攻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吳寶春的經濟公司 就是友台的子公司 所以他當然不能攻擊 原來如此 所以他只好把矛頭 全部對準了韓國瑜 我覺得韓國瑜真倒楣 他只是出來支持一下 自己的國人 自己的市民 因為這樣也要被戴帽子 所以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有些友台的做法 還是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奧妙 但是綠營現在的反應 也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們一直在講說 他不忍苛責吳寶春 甚至蔡英文總統都出來講話 我不是苛責吳寶春本人 而是反映出一個現象 也就是中國以政治扭曲 經濟和貿易活動 問題是吳寶春他講了什麼 他不過講了一個他支持九二公司 他認為他自己是中國人而已 我是中國人這句話 你蔡英文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你也講過 我們要不要苛責你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好像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然後我們的鄭文燦市長也好玩 他說連麵包都要九二麵包 我想這個太離譜了 可是問題是你前兩天 不是才說你要跟韓國瑜 一起跟對岸兩岸交流做生意嗎 你認為你如果不承認九二公司的話 你覺得中國大陸會想要跟你做生意嗎 所以你們到底腦袋在裝什麼 我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還有一位也很妙 也就是我們媒體的前輩 鄭弘宜 鄭大哥 鄭弘宜說你吳師傅要賺錢 大家都可以體諒 但這聲明真的太傷了 太傷台灣人的感情了 這聲明到底有什麼傷台灣人的感情 其實鄭弘宜跟吳寶春交情非同小可 當時在屏東縣 吳寶春要開分店的時候 你看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你知道 鄭弘宜特地跑到屏東去捧場 去幫他撿 鄭弘宜他去 在屏東去 是 表示他們交情不同反響 現在人家補國是個賣麵包的 被迫講了這樣一些話 你們就覺得他太傷台灣人的感情 我真的覺得不要把什麼東西 都用政治去思考 這樣子才真的傷害人類的感情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吳寶春的事件 綠營可是把吳寶春捧在手心裡 劉蓋森 捧在手心裡面的人 現在這個時候講了一些認同的話 結果綠營他們可傷心了 他們說大陸人常常是玻璃心 沒想到綠營這些人 還真的更玻璃心 一個麵包各自表述 台獨麵包跟統一麵包 很可憐 這補營不胖 不會變成縮離共識 但這個事情我是覺得說 對吳寶春的選擇 你要尊重他 因為他在台灣有開了幾家店 可是這幾家店 我們講從連改以後 很多消費 行為 全部都降下來了 你可以問吳寶春看他 在台灣這幾家店的 入籍現在 你去台中隔壁站看 隔壁 為什麼吳寶春今天這樣 他不會說 台獨胖的市場是很大 台獨吃胖這個市場是 每一年每一年一直在增加 如果說算台瓶 是很強烈的 這個市場 所以說 他跟新加坡去投資 他占20%而已 20% 他有出錢 他沒有出錢 20%就是技術果 技術果 他第一名的冠軍的胖 上海這是一個景點而已 這是紀錦點 紀錦點開就是他們後面 當時要在北京潛順 考慮上海 當時電骨的景點 所以他們是大小別的島主 今天不要說他是愛台灣 不愛台灣 要說他台灣夠好玩 他說你共識夠好玩 是過去你們的胖 你們想要利用 寶春來把我們通戰 所以你們在做劇 說一大堆的故事 今天 五寶春為了他自己的事業前途 這是他個人的選擇 所以我認為大陸的夢幼也好 台灣的夢幼也好 不用對五寶春對殺 你對殺的靠路行 現在他要去大陸 要去賺很多錢 這是他的最強選擇 很多大陸去大陸賺錢 但是去大陸他也是 大陸說你投票 坦白說有嗎 他說你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就不加班機了 投票就不可以回來了 沒有非機人坐 你說我要回國民黨 回國謝龍姐 我說你快回去 回去就有什麼回給我 台灣人頭很好 他去賺錢 他也說我要回國民黨 其實這種平衡也不會回給我 他也回到對手 所以孤有孤寶 碧有碧露 他說九里共識很嚴重 你們今天水爪的蝴蝶在這裡 省衣有可能幫他太過分了 不然沒有錢 你漢中的就要去開這個記者 好了 讓我忘掉了 你給我看看 就是看阿公的 同一個平衡出去 你給我看看 要拗萬我們台灣人 因為這次選擇他們台北 台北你的記憶 選擇很多人說挑拔離間 韓國瑜也親身說 九里共識一種國標 他跟選基準辯論他就這樣說 大家想說 這會影響到 沒有 這次就是怎樣 你打這個 白黑白紅的牌 都沒有效 沒有效之後 他們現在選擇多 也不知道他們減透 沒台沒錢 天上就要讓一塊幫 那人大海要噴就對了 看到一塊插頭 他就撞了就摸了 就這件事 他就利用這件事 要幫你作曲 幫你扭轉 因為我們現在叫做 全民最大黨叫做討厭民進黨 他現在要幫你促作那個氛圍 好 又反送出來 順便幫你調就剛好 要看到網友 大家當然是叫 五波村這句話 覺得說感情最有上海 跟聽到這樣討厭 所以網友大家開始 有意見的時候 他全要向他投向說 你看看 韓國瑜就是負責做好 搬一載 要全民最大黨變成特約共產黨 你看不出來 他就是已經開始在破壞了 對 借所有的方向 要把你找到這裡來 不要這樣 請問我自己問 台灣當地要死多少人 你告訴我 是要死六萬 六十萬 要死三十萬 到底會死多少 我們說的好事 什麼拼 拼得過我們的拼 你不敢 完全接種 你如果不敢 結果你跟中華民國 等那麼冷冷的 現在保存他 說到中華民國 他的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一中國表 我們主張中華民國 在保護台灣 這樣你不想跟人情研究 等五次 還覺得你自己雙心 覺得你把保存騰去 那是那麼嚴重 他不理就說的 我來做胖而已 我的胖好者 你把我拼中 給我夾買兩塊 你如果覺得我的胖 壞這裡 價格比較高 你不要買 所以我認為 兩方的夢 讓大家冷靜下來 剛剛選了而已 不能去中華民國的家庭 他現在就是 利用這個 沒當這個就在收銀 可能當這個沒收銀 他就是要把韓國瑜 順便給你抹下去 利用這個時候 未來離空離空 我用這個來做氣 但不會成功 這個今天蔡大總統他可是說 不要再苛責吳寶春了 可是你卻發現到一件事情 綠營的人士 強強棍大哥 怎麼今天在那高雄 這些人可帶了人去那邊叫囂 針對的卻是韓國瑜 這個問題越差了 我的看法是你民進黨越嚇壞了 你這個議題 你在三年前來插還會有效 三年前不是一個早 哪一個是一個國旗而已 十五六歲 給你插一個 整個國民黨倒了之後 你民進黨整個都撲起來 你民進黨 你不是要抵國嗎 你抵國沒力嗎 你當局看起來就差不多你差價意識形態 你都叫人不要說意識形態 但是你每一個點做出來都是意識形態 現在這個地球就地球村 今天沒有國限 也沒有國際 尤其是生理人 生理人他對有人 他就要做生理 不是一個五寶村他第一月過而已 也不是五寶村一個人而已 各位在中國大陸你做生理的 要說得清楚幾百萬人 幾百萬人在中國你做生理 你單單今天去挑五寶村來你講 你用於說我是中國人 我在中國人我支持求求求求求 那也不對 那個我們不要跟他講 算是我就長在這裡說過 我們來做生也是來在中國 我們每一年 我們每周製作要製作 我們來做生現在也要在中國 所以你幾百年前 台灣人說有當選公就沒有當選媽 這大家都知道 這都要再製作 不然我們拜祭生是在拜什麼 我們在競選重要 拜祭生更重要 那是我們的祭生 多少人要祭生一片台灣 你問多少人要祭生 在中國人 今天中國的這個市場 你想想你日本美國對不對 第一點為例我們不通 第二點那個市場不符合我們做的 所以大家也差不多一台都在做生理 他做生理你就打算是中國的 你全門回去來負責這台 我是覺得說你一人負責 一人叫人不要把自己責 不要把自己責太多 事實這些問題就都你們責出來 對不對 你說怕人發救人 所以都做這些動作 所以我說過你在三年前有可能有效 但是三年後今天去 我會跟你說你犯不去 犯不去那個醫生 所以很難嘛 剛才龍在先說得很明 人生理人人要賺一些人民票 你不要賺 你賺不到 你同樣負責 你自己不要賺 你就別人去賺 你今天把高雄的經濟 跟台灣的經濟 帶大家說得不好聽 高雄台灣今天去好賺價 什麼人買中國大陸 什麼人要漂泳 那不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常常用意識形態 你們都說沒有 其實你每一天做出來都意識形態 你都打人發救人 打人發救人 對 黃博春我做一個麵包 我生理人 我都不會做一個 那不是這樣 我全世界我也都會做電所店 何況我是一個要出來創業 我剛才一四人拼到這個地名多 我要出來做生理 不一樣 跟民進黨拼工山也不一樣 民進黨你不能怎麼做 怎麼毀錯 你們這個行為 你們這個行為定義說 台灣這個工山是我們拼來 你們現在分賞 白人要賺錢都不可以 大家家裡都不可以 你以前在這裡你山台湘這樣鼓勵 這個多少 今天你本多少流星 你本多少財產 我們如果說話直接說一說 待會兒 優待就開始再接了 開始再接了 我們人家就我們連講 講到心來內心的工業 內心的事情 內心的話說出來 這樣就不行 不是這樣 教義共識就很簡單 你如果帶成人 我跟你說今天高雄不會參與 台灣不會參與 你不知道 黑油客減多少 你不知道高雄多少飯店要賣 你不知道多少生理人做不生理 對不對 我市民 我在高雄 我跟你說我五台五台 我看得到的人 看得到的 我如果說我看得到 我老婆 我看得到 我 我兒子 我兒子 我都看得到 我一個高雄人 我在看高雄 看這個小生理人 艱苦桌 今天要賺錢就不能賺錢 今天去我五台五台一天好 有一個名字 的名字 人家他配合他的名字 人家來外面創立 他這部也說一生他救他共識 你現在聯合 我跟你說 台東的網友也不提到那麼充 你趕緊去找人民的心在哪裡 人民是誰的 趕緊去找這些出來 但是你不去找 這個會跟我那個會跟賣 這個會跟我那個會跟賣 都支持你民進黨 這樣就愛台灣